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九龙世》7号 王毓民 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 《人民都可以 人民都可以得逝》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限運動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學生主場 中年人主場 我 王毓民 香港 剛剛跟Dennis聊了很多厲害 玩具 了解了很多Dennis的背景 我都了解了很多香港中大的東西 原來是這麼過癮的 讀書那些 其實不如說一下吧 如果你回到香港 其實你覺得你自己心態上也好 或者看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你有什麼轉變 或者有什麼感覺 可以分享一下 在澳洲方面 其實在香港真是辛苦一點 我覺得人真是賤格一點 我很老實說 他真是混賤一點 這裏我想有很久講 你沒有聽過一個名言呢 香港人最喜歡看人混賤 真的嗎 尤其是上班做事 其實20年前 香港的那些大學生 人工 其實 閒閒的都一萬多元 一萬三四元 一萬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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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一家公司聘請了 兩個月試工 人工七千元 現在其實很多 我聽過了 委員會是價錢 李老闆 我心想 他沒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人工比較低 其實這個邏輯不成立 如果他真的沒有這樣的經驗 你不如不要聘請他 如果你真的聘請他 麻煩你給他專嚴一點 你叫香港七千元 怎樣生存 你有沒有聽過有些報紙 簡直是四千元 四五千元一個月 特地委員會 這一集可不可以多加兩個 但是 我五六年前 那時候還回香港 因為一年一個月 那時候在澳洲工作 一年最多只可以回香港 那時候見到香港的海報 請什麼試應生 那些人工可達八千元 李老闆 八千元做什麼好工 就是要可達 嘩 我真的覺得 你香港人不要這麼賤格 你怎麼說 你八千元請個人回來 我當你適應是沒什麼技術 所以然 但是 你吃飯上班 那裡也要錢 我經常覺得 香港的老闆 可不可以 有一點點良心 其實我在這裡都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剛好 我剛剛畢業了 我現在都出來找東西做 你會發現 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在市場上 很多人喜歡頂爛市場 這裏是中年人主場 我真的好生氣 我給我提示 就是我做人 就 那些要怎麼說呢 有時候真的有一種反叛的心態 即是 如果所謂的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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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是會選擇頂他 我一直到現在的 態度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有時候 都挺多仇家 但我覺得沒有所謂 因為 你對著 即是如果那些仇家 是賤人 其實我真的覺得 你應該的 那我給你提示 就是 都是那句 東加人打 打細打 有時候 我真的試過 interview 有間跟我說 我們想1200013000 我計劃不斷 我FH出來 可能是1600017000 然後說1200012000 我馬上不想 還有 有些心態 都是說 是這樣的 道道也是這樣的 如果根據這樣的邏輯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在60年代 美國 我忘記了哪個省份 其實追走駕駛 不是犯法的 如果大家還是用這種 是這樣的 這個心態 我跟你說 每年都死幾千萬人 就是因為醉酒駕駛 當年 真的因為有一群 有些團體 真的受不了 一定要推動 說不行 醉酒駕駛一定是犯法 所以才有今天醉酒駕駛 這個條例 所以就說 如果有些人 經常跟你說 有些道道都是禁 其實真的要 其實他要壓你 簡單說 壓不做 另外有些東西想分享一下 你就是說 我最認真的是 很多中國留學生 可能很好聽 為了入籍 我回到香港才知道 我自己找工作 也可能在說 萬萬 他們9千元 8千元都肯做 就是為了他可以有工作 做Visa 始終 我覺得 真的有些慶 自己就真的 我經常覺得 做 其實是一些廢話 做人不要看眼前的利益 就是 又可以抓到其他少許的東西 我在澳洲回來之前 在Brisbane那邊 澳洲布里斯本 其實那邊不是很多 很漂亮的 賣衣服的店 那 我就怎麼說 有時候我買東西 都特意在那間店裡買東西 我明知道他的東西 其實貴一些 但是你寧願 真的會給多一點點錢 那你起碼會令到一間店裡生存 其實說到底 都是比消費者多個選擇 那 想反過來說些什麼 你有時候 就是每個人這樣做難事 其實你是搞到其他人都很混蛋 那 我想在商言商 價錢低的確好一點 但是 有時候我真的想跟老闆說 你叫員工怎樣生存 但我反而會這樣看 就是老闆出什麼假 他請什麼人 其實未必成立 我知道很多中國人 其實真的做難事 在澳洲那邊也是 那邊有最低工資的 應該是18元澳幣最低工資 但是有些人做難事 5元都肯做 是啊 真的 做難事這些 但是我想知道澳洲 因為我自己有朋友 在澳洲讀書 他跟我說是每個人 起碼都打兩三份工 你指澳洲流 我們知道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s 還是 真的在那邊那些人 都打兩三份工 不是我想他打兩三份工 那個意思是casual job 其實那邊 我想香港人經常說 part time part time 其實那邊有一件事叫casual job 就是類似做了36 做了36 那些 就是每天做幾個小時 是的 譬如說每天做幾個小時 其實在澳洲那種上班心態 就不一定是說一至禮拜五回九佔 有些人就真的 prefer 譬如說打幾份工 Date time waitress 那夜晚譬如說可能打多一份 在酒吧那裡做 就是這樣 就不像香港那種死到爛了 即是spark shift 我覺得香港這個地方是hardcore 我這裏沒有價值判斷 但是如果說上班那些東西 就不像香港那種死顧顧 即是 要衝啊要勁啊 其實是很多flexibility 其實講到這裏 其實有第二件事要講的 就是小弟是做會計 那我那時候在澳洲一邊做會計 就不覺得自己做的東西特別說 學到很多東西 但是回到香港就覺得 原來在澳洲學到一些東西 在香港是一些 真的厲害的 真的厲害的 我不是說我厲害 是香港人 就是經常自稱國際金融城市 那些bullshit來的 為什麼香港 我發現很多的會計 死做難做 其實有一個原因 即是他們不去 我不知道他們的mindset有問題還是怎樣 但是他們從來都不會去從system那裏去永久解決那個方法 即是例如其實有很多數你不用怎樣計 我要電腦回來就是他幫我計算 那如果我用電腦做什麼 但我看到很多香港人都還在 即是有手寫的 刀計手機 類似的刀計手機 或者你知道什麼 Excel 即是他們就不會用很多formula macro在那裏去解決問題 以我所知很多地方都自己寫過程式 自己去做就算了 為何香港的會議做到禁止 其實是有原因的 但你叫他們改變 大蛇柯鳥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 有一個原因是僱主不想又要付錢 因為建立一個這樣的東西 我想始終是香港人 看東西的視野很狹窄 那我就一直覺得 神經病 回Ot 叫勤力的話 那早走代表不勤力嗎 早走才聰明 早走不是代表懶而是 你是從系統那裏去解決問題 那你自己就做少些事 我在香港都算了兩份工作 但都是同一個問題 很不懂事做好 對 很多 我看到香港很多僱主都是這樣 其實如果回香港還有沒有什麼 所謂有趣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在香港排隊櫃圓機 譬如說 你去匯豐排隊五、六個櫃圓機 你是不是想說女人就用久一點 男人就用久一點 不是 那些櫃圓機就 譬如說你當五部櫃圓機在這裡 香港通常都是排五條隊 但其實應該是一條隊這樣排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我明白我的現象就是 為何要五部櫃圓機排五條隊 不是應該一條隊排完嗎 因為 變得感覺好像你去俄羅斯倫庫 我記得我之前很搞笑 我有同學做過一個類似排隊 他有時候做一個類似Project 或者叫FIP那類 就是研究這個 分開排好還是一條隊排好 一條隊排好其實快很多 但其實如果你說去看來講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說 對於他們 即是人 如果他們要請人的話 對那些人來說好像是 分開好像是好一點 有幾個原因 一來他們的位置是可以小一點 即是用盡一點 因為如果譬如你一條隊 他這樣 有很多原因 所以他那個Project 我沒有細心看 但他研究這件事很搞笑 但我這樣看的 其實就應該一條隊排五部機 就快過五條隊排五部機 即是 這些當然不是一些很高深的理論 其實這個世界很多是沒有什麼理論 即是一些平時的常識去看出來 其實還有兩件事 我在香港很討厭 就是剛才那個 中間段時間講過就是吃麥記 其實不知為什麼在IKEA吃完東西 那些人會自己收碟 但其實麥記為什麼大家不可以自己收碟 這個我自己有少許感受 或者見過 因為你M記是會有人走來走去巡 但你看回就是 譬如你說IKEA 它說明它是沒有人幫你收 但這裡去到另一個比較深入的問題 就是 就算麥記有那個人在 我們做多一步 那它不是做少一點嗎 即我是這樣想 其實 但香港的仆街 我回來了 喂 你請了一個人回來 你幫我做的嗎 即是 我就真的在香港 吃麥記 KFC裡 即是盡量自己清 我覺得有時候 雖然那個人是在那裏做事 但不代表要用盡他 還有一件事 就是去商場 即是那些玻璃門 我發覺在澳洲當時 你在商場開的玻璃門 那你會頂上 讓後面的人進來 即是頂到你 即是頂到 但香港那些是很PK 去IFC那些 即是你見那些人頂玻璃門 你頂完之後 其實那些人不會主動幫你 會 即是怎樣說 即是直接放進去商場那些 即是我想說些什麽呢 就是 我會在這裏看到有時候 那些人的氣度 即是可不可以不要那麽閃閃縮縮 我不知道 即是這些 我 我不是說我很聰明在外國 住了十幾年 但始終是因為過去那麽多年的經驗 你會看到 香港其實有些小事可以變得 香港人其實是有些自私的 我老實說這件事 即是 即是 即是其實現在節目都只剩下 不是說很多時間 即是其實 即是今個星期 其實都 有很多不同的有趣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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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多小也好 做得不好的時候要丟多兩千重 還有要接受這個後果 其實我都很年輕 所以我都很有資格 總之我覺得不用太失望 根據陳雲老師對於他們的定位是叫做新法文 我想如果大家用這個心態去看他們 你是未必那麼生氣的 因為他們始終有很多本土派的期望放在他們身上 特別是梁天琦這樣駕駛他們 這個組織真的很有期望 很有信心 但是這些東西你不可以一次又一次消耗 其實你說起都不止一次 你有期望的 哈哈哈哈 其實有期望是要的 但希望不要那麼多這些測試 始終你出得來 玩政治這條路 你真的每一步都要走得很小心 真的你失去一次 就真的已經可以 翻身比較難一點 翻身比較難一點 因為 說完最後 我看每個人 其實是看他的track record 你過去做這麼多件事 如果有一兩件事做 其實做壞了就沒有了 今天時間來到這裏都差不多了 無緣無故上來的 真的謝謝大平安息 好 我們下星期繼續和大家見面 謝謝支持 好 我們下星期 好 我們下星期 請你 感谢观看